我们判断一个全新事物是否能够成为今后主流的时候 有一个数字上的标准 那就是它在数量上能不能占比总数的5% 如果超过5%了就有可能成为主流 如果不能超过那就不行 这个准则在很多领域都适用 比如说中国网络电商的交易规模占比 总的交易规模是在2012年卖过5%这个门槛的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也确实是从那之后双十一开始火爆 京东天猫跟淘宝逐渐可以买到各种商品了 能源上全球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除了水电发电之外 其实主要靠的就是风能跟太阳能 它们的占比第一次超过5%的年份是2019年 而我们看随后几年 风能发电跟太阳能光电设备的普及和大规模的投资 是不是频繁的出现在各种报道中呢 另外一个事物的缩水消失的门槛 5%也是很关键的 比如说十几年前在美国电商领域排名第一的eBay 在2021年度市场份额下跌到了4.6% 已经不到5%了 很多评论都认为eBay已经彻底没落了 这几年纯电动新能源车在所有的称用车占比上 也迅速迈过了5%这个门槛 按照2021年的统计 全球纯电动汽车总销量650万辆 占全部称用车销量的9% 虽然从绝对数字上看依然只有11分之一 但从发展的趋势上看 纯电动汽车已经迈过了爆发的门槛 今后必然是汽车的主要形态了 用不了20年 超过70%的汽车都会是纯电动汽车 但今天一个人要买纯电动新能源汽车 是几乎想不到从日系品牌里挑的 他只会想到特斯拉 大众 通用 比亚迪 宝马等等 因为在纯电动新能源汽车里 现在确实也没有什么日系型号可选 这个现象是日系车品牌从未经历过的 因为自从上世纪70年代 日系车就火遍了全球 哪怕是在汽车大国美国 日系的占有率也是超高的 那为什么现在纯电动新能源车 就没有日系品牌的影子了呢 这期科技参考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简单的说 这个问题是路径依赖造成的 在上一个汽车时代的后半段 日系品牌幸运的入场了 凭借精细的设计跟高水平的创新 获得了连续几十年的巨大收益 但却没能在那个时代结束的时候迅速掉头 具体来说我们要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说起 汽车工业的第一次蓬勃发展是1910年代 福特汽车发明了流水线之后 汽车制造成本大幅下降 到了1920年代 连产线上的普通工人都可以买了起汽车了 这个时候日本也出现了几家汽车公司 比如说三菱 日产 五十菱 马自达 他们都在拼命的模仿 或者说在搞逆向工程 但造出来的车既贵 质量又差 日本车企真正腾飞 跟二战后美国的扶持分不开 在美国的扶持下 从战后恢复期每年几万辆车的产量 迅速增加到了1970年的每年240万辆 1970年的时候 日本平均千人汽车保有量是170辆 这个数字跟中国2019年的情况是类似的 但是那些车都是带有日本属性的 车轻 轴距短 油耗低 生产的都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适用型车 美国人动不动就要五升以上的排量 根本看不上这类设计 欧洲人虽然不追求大马力 但更看重车辆的外观 内饰设计 而日本车只能做到勉强开着用 于是欧洲人也看不上 机遇来自于1973年 任1979年两次的石油危机 第一次危机 让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上升到了12美元 第二次危机 让石油价格从每桶14美元上涨到了35美元 你看仅仅6年时光 汽油的价格涨了10倍 美国人里也有很多 只买得起大排量车 但却加不起油 于是日本的经济试用型车 就在这个时候普及到了欧美市场 在强烈需求的基础上 日本汽车不断的改进车辆性能 跟外观内饰性能 1980年代 日本就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量最高的国家 1990年代 日本汽车的销量 占全球汽车总销量的40% 这个时候的日本车 经过20多年 和各国客户的磨合 也已经有了各种风格的型号 也一样出现了大排量车 跟精致内饰的车 但无论什么风格 核心技术都和发动机有关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1997年 那一年 关于全球变暖的议题 第一次形成了共识 有84个国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议定书的目标 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 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 以保证生态系统的平滑适应 食物的安全生产 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此后的2009年 又有了190多个国家 跟地区签署了哥本哈根协议 这份协议是和控制温升 和碳排放相关的 2016年 各国又签署了巴黎协定 把上次会议中提到的温度上升 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限值 又定得更加严格了 对汽车行业来说 为了应对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转变就是新能源化 到今天这个过程大约进行了20年 最成功的是两个国家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 美国成功凭借的是 本身拥有无限的创新能力 在今天 特斯拉依然是全球纯电动车的绝对霸主 而中国呢 凭借的是政策上的强推 但日本却明显落后了 到今天 没有一款成功的纯电动车型拿得出手 为什么呢 日本的路径依赖实在太强了 他们在传统燃油车时代 积累了太多的专利 和供应链上的优势 统计中 仅丰田一家公司 就掌握着全球四分之一的传统汽车的专利 2010年的时候 尽管电池 电机 电控技术都远不如现在 但不同车企 是以不同角度 看待纯电动汽车 并不实用这个现状呢 特斯拉呢 压根就没有任何燃油车设计生产的历史 所以他们要从零起步 为纯电动汽车开发一些平台 这对他们而言 是一次有挑战的创业 而中国的车企 虽然有一些燃油车的底子 但最好的水平 也就是逆向工程 一个尚可的经济适用型车 原创自主设计的那些型号 是远不如合资品牌的 而在纯电动车这个方向呢 反而中国跟世界顶尖的差距 暂时大幅的缩小了 正好可以追一追 于是有些车企就愿意早早的开始尝试 其中比亚迪是最早大规模行动起来的 今天也收获颇风 但日本的车企 很难接受纯电动汽车 在各方面的巨大落差 毕竟当前自己已经做得如此出色了 所以即便是做调整 也不希望抛弃传统燃油车的优势 所以日本车企普遍选择过度的混动车型 也就是说发动机还是要保留的 而且从后来实际的情况看 日本车企把混动车做的也不错 比如说卡罗拉 凯美瑞 雷克萨斯 本田的CRV 普瑞斯 这些型号对应的混动车 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今天全球每十辆混动车里 就有七辆是丰田生产的 而实际上混动车比燃油车还要复杂一些 日本车企在一个竞争难度更大的领域 又一次占据了更大的优势 但是谁也没想到 2016年的巴黎气候协定 把碳排放的指标又卡延了一点 尽管日本汽车工业协会 呼吁推迟燃油车禁售日期 否则会给产业链带来巨大的打击 导致550万汽车工人下岗 但是2021年12月 日本政府还是宣布 全国将在2030年禁售燃油车 于是即便是在混动车上 占据了比燃油车更大的优势 这类设计也将在不久之后进入淘汰期 这个发展势头 跟纯电动汽车爆发式增长 是截然相反的 在纯电动汽车领域 丰田不能说动手晚 但它的选择却很另类 最终选择了氢燃料发电 然后再用氢燃料发的电驱动车辆 于是氢燃料电池成了丰田要攻克的难题 在2010年的时候 无论是锂离子电池还是氢燃料电池 面临的问题大体相当 但今天氢燃料电池已经边缘化了 原因是当初面临这两个难题的时候 锂离子电池这边 有上百家车企跟几十个国家一起解决 而氢燃料电池的问题 几乎只有两到三家日本车企在解决 所以按走的人多了 也变成了路的原理 氢离子电池这条路上的荆棘 很快就被大家踏平了 氢燃料电池呢 也不是说完全就不行 但要达到跟今天 氢离子电池相当的成熟度 还需要把缺席的那些城市 都走过一遍才有可能 显然仅凭日本几家公司 是再也追不上锂离子电池这一分支的发展了 一般来说 从燃油车过渡到纯电动汽车 都要经历一个中间阶段 通俗的说就是油改电 把之前用在燃油车上的设计稍加改动 牺牲一些车内空间 装上三四百公斤重的电池套件 这个过渡有长有短 短的四五年 长的十年也说不定 今天日本车企们也有少量型号 在尝试用过渡型设计 比如说丰田的CHREV 雷克萨斯的UX EV 马自达的CX30 EV 但没有任何一个信号 能够排进纯电动车销量的前50 完全基于纯电动车设计的车型 对于日本车企来说 最早还要等到2023年到2025年才能上市 而那个时候 日本车企落后的 就不只是车辆的基础设计了 因为完全为纯电动汽车设计的平台 不只包括动力系统 还包括了更加完善的智能驾驶 跟智能座舱设计 今天的日系纯电动汽车的智能驾驶 只能勉强实现跟车功能 离特斯拉那种可以放心的 让它在封闭道路自己行驶 自己倒车入库 出库的水平还差得很远 而智能座舱呢 更是车主决定购买的新考量维度 在这个维度上 买车就像买一台高性能电脑 图形性能音质如何 人机交互界面是否便捷 都是考虑的重点 而这部分 在今天的日系纯电动车上 也是看不到的 日系车在全球汽车 切换到新能源之后 虽然也付出了努力 但由于对以往 巨大优势的路径依赖太过强烈 所以坚持走了混动路线 在纯电动的路上 选了氢燃料电池这条另类路线 结果一步赶不上 步步赶不上 以至于在自动驾驶 跟智能座舱上今后也会落后 下一个纯电动汽车时代 哪些车企又会替代之前 丰田在燃油车里的角色呢 如果你有什么观点跟看法 可以留在评论中